野马蜂中一共出现三次公布蜂长 我们建议只保留第一个公布蜂长的灯脸布 取消第二和第三个公布蜂长的灯脸布 修改后的动作流程如下 流程一,钉布抱球是因为起势脚尖对着正南方 所以在流程三公布蜂长的时候需要用灯脸布转到东南方向 寄于正东夹脚45度位置 而流程五,收脚抱球的时候 脚尖对着东北方向 本来就已经处于正东夹脚45度位置 所以流程七公布蜂长就无需再做灯脸布 只要原地蹬脚就可以了 同理,流程十一公布蜂长也无需再做灯脸布 下面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灯脸布和原地灯脚的优劣 一,灯脸布的作用是让基本功不够扎实 下盘还没拉开的人 可以通过灯脸布拉开架势 在流程五,收脚抱球的时候 本来左脚是应该踩在45度位置的 为上部和公布灯脚做铺垫 现在为了降低难度刻意多外摆20度左右 可以使右脚开步的时候难度小很多 能多开出去10厘米左右 灯脚的时候以前脚掌为轴 左脚后跟灯脸后移 可以使左脚后跟后移5厘米左右 这样一来 两脚后跟的位置就多拉开了15厘米左右 用这样的方法 能让基本功不够扎实 下盘还没拉开的人 可以通过灯脸布拉开架势 能够练相对大而低的拳架 在美观上也相对舒展大方很多 二,灯脸布的副作用 是本来不该练大而低拳架的人 硬是拉开架势练大而低的拳架 会造成膝关节损伤 大而低的拳架是具备练大而低拳架天赋的人 在经过长期基本功的训练之后才有条件去练 这个时候练才能发挥其正面作用 因此 绝大多数人都不适合练大而低的拳架 灯脸布虽然降低了动作难度 让更多的人能够练相对大而低的拳架 表面看起来也相对舒展 大方很多 也显得练拳的人功夫很深 但是用这样的方法锻炼 本来不该练大而低拳架的人 现在硬要通过投机取巧 弄虚作假的方法强行下蹲 造成的后果就是练拳之后 膝盖出现疼痛 撕裂感等异常症状 如果长期坚持用这样的方法练拳 势必会造成膝关节的过度磨损 至于养生会适得其反 很多人在练拳之后膝盖痛 就是因为在腰胯未练开 基本功不扎实的情况下 盲目追求大而低的拳架造成的 三、还原成外摆一步到位 公布原地蹬脚的作用 是通过增加难度来限制拳架高度 避免不必要的损伤 传统太极拳是不提倡登连步的 要求外摆一步到位定在45度左右 然后上步的时候以自身能力为准则 来决定开步的幅度大小 公布蹬脚的时候 左脚固定不动 这样做可以有效限制开步的距离和拳架的高度 腰胯松到什么程度 就练什么高度的拳架 在腰胯未练松开之前 就不能盲目练大而低的拳架 这样做可以有效控制 每个人的开步距离和拳架高度 在动作技术层面限制了 每个练拳的人盲目追求大而低的拳架 间接保护膝关节不受损伤 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综上所述 我们觉得蹬脸部治愈养生是有负面作用的 应该去掉 想要把拳架练得大而低 美观舒展大方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松腰开胯的基本功训练 把下盘练扎实 指出蹬脸部的错误并不是全盘否定目前流行的24式太极拳的作用 比方说 每天花30分钟时间练几遍套路等于是赚了10块钱 但是 由于蹬脸部导致拳架变低而造成膝关节损伤 等于是在赚10块钱的同时又亏了3块钱 这样练拳等于是每天只净赚7块钱 发现蹬脸部的错误并及时纠正 可以少亏那3块钱 这样练拳等于是每天能够净赚10块钱 蹬脸部本身没有错 在腰块没有练松开之前通过蹬脸部盲目乱练大而低的拳架才是错的 因此 习惯了做蹬脸部的拳友 在知道不要盲目追求大而低拳架的道理之后 也可以保留蹬脸部 也就是说可以练蹬脸部 但是不要乱练低价 蹬脸部本身没有错 错的是把蹬脸部用错了地方 关于蹬脸部的要领和作用 我们将在套路篇 太极拳套路入门基础常识 与全身各部位的动作要领 这套教材中详细描述 在这里不做要求 5.学生练错了 只是害自己一个人 老师练错了 不仅害自己 还要害一大群跟着自己练拳的人 很多教太极拳的老师也不大明白上述道理 甚至为了显示自己功夫生 更要追求大而低的拳架 作为太极老师 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 然后别人才有可能相信你教的内容是能够让人健康的 如果硬撑着练大而低的拳架 必然会严重损伤膝关节 教了一辈子太极拳 到了晚年自己还落得个腿脚不便 甚至坐轮椅 这是害了自己 对整个行业来说 这样做造成的后果还让别人怀疑太极拳之余养生的科学性 作为太极老师 必须对学生负责 在学习之前先把太极运动养生的道理说清楚 而不是盲目拿着拳朴去套学生 把拳朴作为唯一的准则 每个学生的天赋都不同 拳朴是目标 是理想 而现实是老师要根据每个学生的天赋 量身定制适合他锻炼的一套标准 否则治愈养生会适得其反 如果有人能够说出登脸部治愈养生的正面作用 欢迎大家联系本创作室交流验证 希望业内业外人士 能够站在全民健康事业的角度 去理解这个登脸部的问题 以严谨自学的态度来面对太极拳 面对太极拳发展时 微信扫一扫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关注3D太极公众号 获取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4D太极拳发展时